那我就用手上這邊紅酒 祝大家風調雨順 萬事亨通囉 是誰 誰 是誰 不能殺他嗎 有過一段戀情 所以是覺得對他有深深的歉意 好人不配 我是佳玲 我是瑞哲 歡迎收看 跟著瑞哲 救生火 今天要救什麼呢 火鍋 欸 你覺得很像火鍋嗎 好厲害喔 火鍋店 那我要 要怎麼樣 拉麵不是嗎 沒有啦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是 我們工作人員推薦了一個 年輕人都會想來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呢 這個地方叫做 他是幹嘛的呢 他是由我們之前的來賓丫頭 你記得嗎 小伴娘 他所投資的 他就是一個類似 讓你可以玩類似像狼人殺 或像劇本殺 或像是一些比較實境遊戲的地方 所以他裝潢的其實很漂亮 那我們現在來這邊幹嘛呢 要幹嘛 沒有啦 我們今天主要呢 就是來體驗一下到底這個遊戲要如何去玩 所以我們今天玩劇本殺是不是 對 他就是 就是好像就是聽說是比狼人殺任進階版 你有玩過嗎 我真的沒玩過 我不好意思年紀大 我真的沒玩過 可是聽說就是可以稍微體驗一下 到底他是在玩些什麼 好 是不是很期待 對 對 那我們就馬上行動好不好 好 趕快出發 出發 GO 大家好 好 歡迎各位來到公月城的狼人殺 曾經是劇本殺落館 今天我們來體驗的是血液狼森 那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環境 中間是我們六芒心跟水晶球 代表我們狼月村的神力 旁邊是由樹枝跟石頭組成的數字 也代表各位的座位號碼 那旁邊是不是還有藍色按鈕 可以幫我按一下 對 因為我們現在身處在森林 所以難免會有動物的叫聲 你在九七過程中如果覺得 想要體驗一下氣氛很無聊 然後有點聲音的話就可以按 好 可以體重我們森林的氣氛 那再換我往收回看 我們是不是在森林當中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花草樹木啊 在九七過程中你們可以起來走動走動 然後去體會一下這個氛圍 另外提醒大家小小的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的這個動物聲 跟我們現在所在的環境 可能會有一些小資訊 我在這邊就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歡迎夏佐來到秋系慶典 呼呼 歡迎蓋文來到秋系慶典 什麼叫什麼 歡迎喬伊來到秋系慶典 歡迎喬伊來到秋系慶典 歡迎邁爾斯來到秋系慶典 歡迎邁爾斯來到秋系慶典 歡迎愛麗絲來到秋系慶典 耶我是最可愛的愛麗絲 有沒有人要被我互發掌 歡迎烏娜來到秋系慶典 我專門對付有病的人 你才有病 歡迎李奧來到秋系慶典 我就是有病的人 你才有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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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凱拉來到秋系慶典 我是凱拉 非常氣質文靜的凱拉 我是凱拉 非常氣質文靜的凱拉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村長安博 這是我們的副村長 帶給大家吃的喝的 我要吃龍蝦 你要吃龍蝦 我跟你講這個吃不到 這是我們兩月村的特產 那待會大家可以起來走動喝一下 那我再來簡單自我介紹 我叫做村長安博 大家好 你好 那歡迎大家來到這邊 參與我們一年一度的秋系慶典 我看 阿麗絲 你一直把我們李奧哥哥不放耶 剛剛一直在那邊跟他玩 跟他玩表演 我就喜歡大帥哥 大帥哥哇 你那麼喜歡看木偶表演 還有我們的艾范爾斯 我看你剛剛賣出好多東西 我看聲音蠻好的齁 對啊 而且我等一下還有一個那個 工匠槌啊 工匠槌 對…很適合那個蓋紋使用 哇 還特別Q蓋紋這樣 好 那我跟大家說一個好的消息 剛剛呢 我在水晶球語言上面 看到了一個 超級 超級 超級的天大消息 就是 腦圓需要歡迎在我未來的治理下 越南會繁榮 耶 那我就用手上這邊紅酒 祝大家風調雨順 萬事亨通囉 在阿伯伯村長的預言下 楊月村真是想不好多難 嗯 說得真棒 喬姨哥 你之前當村長的時候 好像沒那麼威風耶 喔哇 烏娜阿姨 怎麼這麼說 喬姨叔叔也是非常有能力的人啊 欸 愛麗絲把衣服穿好 扣著扣起來 晚上可能會下雨 不要感冒喔 我也有扣啊 可是剛剛的墨西 這很有趣耶 妹妹你也喜歡我表演吧 剛剛來塑膠 那多的一天 是我最得意的一個作品 很讚 哇 原來你就是那個著名的超偶師 我這邊也有一個 上好的木雕 木偶雕刻刀啊 欸 有沒有興趣要有一把 哇 我好奇那個 巧公槌到底有多厲害 巧公槌 哇那可是西式珍寶啊 所以你是鐵匠嗎 哎呦 那我這個打業的用具 破壞就可以來找你了 開玩笑 我的技術包在你身上啊 你的藝術包誰不知道啊 好了好了 別走就會打情罵俏了 烏烂不咧 哈哈 我看到大家 昨天和樂融融融的聊天 真是太開心了 好啦 那因為我的水晶球花沒電 我要再去外面月光吸取一下 鈴力充電一下 那這段時間呢 大家就起來走動 不要太拘謹嘛 起來然後試一下我們特茶 喝一下我們的水 然後彼此聊天一下熱絡一下 起來起來起來 看一下 那我先把水晶球再去充電 待會見 拜拜 欸鐵匠哥 幫我倒水啊謝謝 鐵匠哥我也想喝水 我要喝這個三泉水是吧 謝謝怎樣喝 三泉 天天異壽的水 所以李歐為什麼會想來到我們的城莊啊 是村長邀你 安婆邀我的啊 因為我其實算是蠻知名的 我覺得到處 到處 欸全台環繞啊 全台環繞就表演這個 啊那多的一天 就大家看了都很喜歡很快樂 邁爾斯是第一次來狼月出來的 對啊我就是看到那個 秋月祭典 然後想說欸我這邊本來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常 我就是周遊列國的商人 你鼻孔不要變大 哪裡可以 哪裡可以 你在說謊 哪裡可以 哪裡可以賣東西 我就往哪裡跑 那剛好其實就是 村長他們其實有發佈一些 那個 高額的賞金 要賞什麼 喔要賞什麼 對喔 他說要賞 賞 我實在太開心 剛上面喝了 好多好多 好多酒 啊 三點子 嚇死 嗨 大家別喜歡剛剛的慶典 嗨 好開心 哇 是誰 誰 是誰 誰去拍 警方接獲消息 你也死亡 其實應該這麼講 我對於這個人 就是不是那麼的喜歡沒有錯 是不是就是你殺他 你確定是陀夢 你說什麼 他是自欣賞病 是 然後放到那把火 不能殺他嗎 有過一段戀情 只會是覺得對他有深深的歉意 好人不配 所以是有人胡弄警方的意思喔 有殺人動機的 他會給我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 時間到 那你跟大家分享 現在 給大家一分鐘的時間 今天來想一想 兇手可能會是誰 閉上眼睛 閉好 3 2 1 一樣閉上眼睛 閉好 閉上眼睛 閉好 3 2 1 好燒腦 真的 但我覺得很好玩耶 怎麼說 因為感覺每個人都有一些隱藏的秘密 其實他就很像那個社會縮影有沒有 就是其實每人心中都有一點小秘密 邪惡面 然後然後重點是每人心中都有不好的念頭過 雖然說我們兩個算是第一次的體驗 對 那第一次體驗表現的沒有那麼好應該還是正常 我覺得我表現很好 沒關係 自己玩得很開心 應該說這個東西 應該說我們有沒有推薦給觀眾朋友來這邊 超推 因為這很好玩 我覺得可以來好好的體驗一下 因為畢竟你 融入這個東西 而且連服裝什麼都準備起來 其實還不錯 好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各位想要看我們Q生娃 想要Q什麼 麻煩在下方留言給我們喔 沒錯 而且我們每一集節目都會抽出好禮 抽什麼呢 要抽什麼 我們來抽桌遊好了好不好 感覺不錯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每雙週五都會更新新的影片喔 持續鎖定我們的 更重要的Q生娃 體驗最Q的享受 我們下次見 拜拜